好,题目说fx是一个一次函数,一次函数你心里就要有谱了啊,应该长什么样?ax加b这种格式,对吧? 他说给2021跟2019这两点的高度差,函数值就是讲高度了嘛,它的高度差是3,好,要我们去找110跟107这两点的高度差,好,两种做法,一种是一开始老师讲的,把fx的长相假设出来,ax加b,然后呢,去解它的ab,进一步呢,去求它的函数值的差, 第二种做法就是画图,一次函数嘛,一定是直线,直线上告诉我们两点的高度差,求另外两点的高度差,我们分别用两种做法跟同一做介绍哦,好,首先呢,把fx假设出来,一次函数就很简单,很好控制,只要控制两个因子,控制一次项跟长数项,好,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条件,能不能用ab来描述它,好,2021的高度呢,就是2021带进去啦, 好,再来,跟谁的高度差,2019 好,听不说,这个差是3嘛,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得到谁,是b就消掉了,剩下两个a,两个a如果是3,那a就知道是2分之3嘛,好,我们先留着,看一下第二个条件哦,我们要求的是谁,110跟107的一个高度差,110的函数值,就是110a, 好,带这里咯,x用110带进来,110a,再加一个b,扣掉谁啊,扣掉107的函数值,好,107a,再加一个b,这里呢,b也对消了,所以刚刚b没有解出来,好,其实也不用解哦,我们这里用不到哦,这里呢,就剩三个a,好,一个a是2分之3, 3个a呢,就2分之3的3倍啊,所以答案就是2分之9啊,好,这是纯代数的做法哦,是第一种方法,好,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方法,老师先把画面清一下哦,好,题目告诉我什么,一次函数就代表一条直线啊,好,2021是比2019来得高,对不对,他也比他来得更右边嘛, 好,所以右边上面哦,所以图形,应该是这样画哦,好,告诉我们在2021的地方,有一个点,不知道是谁,对不对,高度不知道是谁啦,但是X多边要2021代,函数值是F2021,好,是这个意思,好,底下呢,好,又有一个点,2019, 2019,虽然它的函数值,2019,好,函数值我们虽然不知道,但是我们知道,这两点的高度差,老师把它画一下哦,好,这个高度差,就是题目说的这个,是指就是这一段长是3,对不对,那这一段宽知不知道是谁啊,应该知道吧,就是两点的什么,X多边差嘛,2021跟2019,差什么,两单位,好,这两单位,那高度呢,是差3, 单单位,是这条直线的特性,就利用千值跟水平的比例来描述出来了哦,好,接下我们回来看一下,在110跟107的地方,离2000多有点远了哦,好,虽然有点远,但是还是告诉我们两个点在线上哦,一个是110跟F110,好,那这里呢,有一个107,它的高度是F107,好,那这里呢,有一个107,它的高度是F107,好,那这里呢, 如果两点的千值跟水平的落差,应该也要满足这条线上的千值跟水平的关系,对不对,也就是3比2,对吧,千值比水平要是3比2,好,那我们知道 水平坐标差已经确定了,对不对,因为110跟107三单位嘛,好,所以这一段我不知道是谁,假设是k好了,好不好,k比3,应该要是谁,千值跟水平的3比2,所以k是谁啊,就是2分之9了, k不就是这两点的高度差吗,就是110跟107的函数差吗,就是我们的答案了哦,答案2分之9,好,用几何解法也可以哦,对吧哦,所以这一题我们就分析到这儿